无语了 我的微博被禁言了 我的那个视频号也 被限制评论了 我这个视频号呢 现在是不能回复别人的评论 我不知道我一会儿这个视频能不能发出去 我想请问一下 那些当政者 就我一个三流 本科毕业的 三十来岁的 即将奔向中年的妇女 单凭 我这一张嘴 就能颠覆您的政权吗 那您这政权 就凭我这张嘴就能给颠覆了 您这政权 那也不怎么样了 你说我能干什么事啊 咱就说在古代吧 古代老百姓呢 从家里边拿个棍子 拿个锄头 拿个铁锹 拿个锅就能 揭竿而起了 毕竟武力值跟官兵也差不多 他们也就这玩意儿也 只不过就是精良一点 刀尖 勾插 老百姓拿棍子出头 搞头也 也能对付对付 他武力值 不太神术啊 你说现在你们这飞机大炮的 航母躺客的 我们这老百姓拿着这点东西 也干不了啥 你怕啥呀 就剩这张嘴了 还不让人说话呀 很多人拿秦始皇比报正 我觉得秦始皇他比不了 比不了 秦始皇呢 还差点 因为他的这个 军队的武力值 跟老百姓的武力值 差距没那么大 二世而亡 多少年了 忘了 不记得了 多少年 反正我时间记得也不好 时间既是虚幻 但事在这摆着呢 就是什么个事 咱就说这当代的 我们这些老百姓 有什么本事 我背后真没啥实力 我真没有50万那么高的身家 不要搞我 我小人物 真真切切小人物 小城市里的小人物 要是我说的这些话 能颠覆了您的政权 您也太小瞧自己了 自信点 天天教我们民族自信 天天教我们文化自信 我看哪 最不自信的就是您 天天让别人自信 那您先自信点吧 先不怕被别人说 被别人批评 被别人骂开始 您要是足够自信了 我根本就碰不着您的天花板 那还能用您打我脑袋吗 我蹦着我都够不着 행机公司 下定了 旁边 批评 评 王乐 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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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